康熙22年1683-8月,清廷已经攻占台湾,并将之纳入版图,原本朝廷想要将居住于台湾的汉人迁回内地,让台湾成为无汉人居住的荒岛,对此,施郎1621-1696不认同,遂上奏章给朝廷,康熙皇帝接受施郎的意见,便将台湾设置台湾府, 隶属于福建省管辖,在台湾府附近的县命名台湾县,在台湾县以南的地区为凤山县,在台湾县以北的地区为侏罗县,另外在澎湖设置巡检,设置台沙兵被盗驻守台湾府的府城,兼办理提督,学政,按查时等有关的业务,分兵把港口,水稻,关爱,府城,堡垒等, 台湾岁城为海江重镇,康熙23年1684春季,被派往台湾任职的文武官员皆已到任就职,全面清查账粮田母,户口数,田7534甲,元10919甲,户12727, 人口16820人,师郎上奏朝廷,在减轻税负,最后决定,地,每甲征收速88斗,元,每甲征收40,每丁征收银4千7分6厘,这成为固定的税额。 早先,严平郡王郑成功攻克台湾之时候,清廷夏诏书将沿海百姓迁往内地,禁止接济台湾米粮、司、布博等物资。 但现在台湾已纳入版图,于是解除海禁,在鹿尔门设置海防通知,准许与内地通商。 但是要到台湾的人,不准携带家眷前往。 康熙36年1697,浙江省人和县人玉永和到北投开采硫磺矿。 康熙47年1708,泉州人陈赖章,陈赖章非人民, 而是由陈天章、陈冯春、赖永和、陈献博、戴天书等人组成的开墾组织与淑藩及平部族定约, 前往开墾大家腊在金台北市万华、大龙洞、大稻城、嵩山一带的荒野。 这是汉人开墾台北盆地的开始。 康熙54年1715, 抿着总督满宝1673到1725向朝廷上奏。 台湾地处偏远的海外, 汉人和藩人混杂在一起生活。 依据台湾镇道的详细奏报, 南路生藩指非平部族的原住民, 山珠毛等十个部落446户, 北路生藩岸里等五个部落422户, 皆清新规划,愿意同赎藩一同归附朝廷, 每年愿意缴纳陆皮50张, 换算成白银为12领, 来代替税赋。 这些税银将纳入台湾的税收, 用来作为台湾的军饷。 除此税额之外, 不得以任何名墓来增加税赋。 以此来彰显皇上的怀柔远人, 深厚的人罗, 皇帝朱丕, 可从此以后, 生番多归顺朝廷。 康熙55年1716, 夏季5月, 福建巡护陈兵1656到1718, 上奏朝廷有关如何防守海防的方法, 按理部落的头目阿牧, 请求开垦猫物树在金台中盆地的荒野。 侏罗之县周中宣1671到1763同意, 这是开垦台中的开始。 康熙60年1721, 夏季5月, 朱一贵1690到1722在岡山, 在京高雄市岡山区起兵造反, 攻破台湾扶腐城, 一时之间台湾南北各地接起兵响应。 明哲总督满宝听到朱一贵造反后, 赶赴厦门, 传习闻给南澳镇总兵蓝亭真, 命其出兵台湾平乱, 水师提督诗士彪会同南澳镇总兵蓝亭真, 一起出兵台湾。 6月, 清军攻克路尔门, 接近台湾扶府城, 朱一贵与清军交战, 战败被擒, 押送至京城斩首, 朱一贵的与党也逐渐被剿平。 康熙61年1722, 5月, 明哲总督满宝认为, 台湾岛内靠近山区一带容易窝藏盗贼, 奸民, 命令靠近山区十里以内的百姓迁移, 由北自南修筑长城来限制百姓越界, 并深挖壕沟来作为界线, 越过界线的人以盗贼论处, 总兵蓝亭真上书阻止这命令的执行, 于是命令沿住山区各爱口, 立下石碑, 禁止百姓前往山区, 雍正元年1723, 增设彰化县吉旦房厅, 澎湖巡检升格为海防同志, 增加在台兵力, 以防守台湾的南北两地, 乾隆元年1763皇帝下诏, 台湾四个县, 凤山县, 台湾县, 彰化县, 侏罗县的丁银, 人口税, 比照内地的税负制度, 在参考税负的额度予以拙减, 美丁每年征收白银二钱, 成为定制, 乾隆二年1737皇帝下诏, 减少台湾翻诏, 指今日原住民的人口税, 比照汉人的税负额度, 美丁每年征收白银二钱, 禁止汉藩通婚, 即汉人和原住民之间不能结婚, 乾隆四年1739, 朝廷制定台湾举人参加会试的人数额度, 这是玉使诺目不上奏朝廷, 获准的结果, 乾隆十一年1746, 下诏准许居住在台湾的百姓, 携带在内地的家眷来台湾, 乾隆三十三年1768, 张州人无汉声, 无汉声, 可能是比悟, 应该是临汉声, 进入哈仔南, 今日的宜兰地区, 开墾, 乾隆四十七年1782, 但水厅, 彰化县发生张州人和泉州人分类泄斗事件, 福建巡抚雅德将此事上奏朝廷, 皇帝下诏表示这些匪徒聚重泄斗, 案情重大, 驻守该地的镇, 道, 一知道消息, 应该亲自立即率兵前往, 严厉查办, 台湾镇总兵金蝉贵, 台湾盗墓和另两人一并押送回朝廷, 严加益处, 乾隆四十九年1784, 皇帝下诏, 增开鹿岗为通商口岸乾隆五十一年1786, 制定五官轮调的制度, 冬季十一月, 张化县人林爽文1756到1788, 起兵造反, 攻破张化县的县制, 经张化县张化市, 林爽文于是分兵进攻侏罗县制, 经嘉义市, 及淡水, 凤山县庄大田一起兵响应, 台湾府城实施戒严, 乾隆五十二年1787, 十月, 皇帝命携办大学是福康安1754, 帅领侍卫内大臣海兰查, 统帅官兵致台湾平叛, 攻克彰化, 俘虏林爽文, 庄大田, 台湾南北各地的作乱全部平定, 乾隆五十七年1792, 皇帝下诏, 增加巴厘奔为通商口岸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